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現場當中 為您邀請到有五黨籍的桃園市議員 于北辰 于將軍來到我們現場 包括了12民黨 這次參選在台北市大安立法委員的台北市議員 苗博雅 包括了台灣智庫的策略長王毅川 還有前民眾黨的中央委員張毅善 包括了曾經擔任過兩岸政策協會理事長的譚耀南 還有一個特別來賓 他今天來到我們現場 我們稍後為您介紹 他是大甲正南宮的信徒代表易錦龍 易大哥 我們稍後請他那麼站上挑戰臺 為什麼 首先站上挑戰臺 你會想的是身為大甲正南宮的信徒代表 易錦龍大哥 今天為我們分析什麼 的確你一定想到中二選區的最新的一個發展 不過今天一開始 我們可能要針對的是台積電 為什麼呢 台積電已經宣布 他們本來規劃在竹科的龍潭園區 三崎興建1.4奈米的這個製程的軍員 遭到居民抗議之後已經宣布要放棄在這個地方的建廠計劃了 我們稍後來討論這個意味著什麼 那麼在當地的張善政市長的反應是什麼 包括經濟部份王美花的反應又是什麼 只是在這個藍白河的氛圍非常大 來看到這場總統跟立委選舉進入倒數12週的時候呢 國際間最新的氛圍這個氛圍是什麼 在北京看到這個場面這是誰呢 普丁來了 普丁會見了習近平 哇你會想到普丁會見習近平上次見面是什麼 事實上在上一次的冬季奧運 兩個人見完面之後好巧不巧 沒有多久就爆發了俄羅斯入侵到烏克蘭 而好巧不巧是在今年的杭州亞運當中呢 我們也看到了習近平會見了誰呢 這個場合當然就現在北京正在發展的 習近平在這個地方會見了他的好朋友 俄羅斯的普丁 我說就爆發了俄乌戰爭 隨其就看到了俄羅斯入侵到烏克蘭 而今年的杭州亞運呢 當我們看到習近平以大規格進入紅地坦的方式 歡迎來自於敘利亞的阿塞德時 你會覺得哇為什麼 何以希利亞的阿塞德可以獲得如此非常高規格的一個待遇 怎麼這麼巧呢 沒有多久就爆發了巴勒斯坦的激進組織哈馬斯進攻到以色列 當然希利亞也參與卡拉 包括了黎巴嫩的真主黨 而現在在北京當時看到戒備森嚴的普丁 跟習近平見面同時讓人聯想到怎麼樣 會發生大事嗎 這是發生在哪裡呢 台海嗎 還是南北韓之間 因為這一場見面之後呢 或者是在以色列遭受到哈馬斯攻擊之後 我們看到在南韓的隱形院立刻召開了國安會議 好從整體的趨勢當中 我們一一為您解析 怎麼樣呢 看在國際間所發生大事當然倒數十二周 台灣的總統跟立委選舉呈現什麼樣的氛圍 南白如果合不了的話代表的是什麼 未來的國民黨會更加團結嗎 已經選擇要放棄柯文哲這張牌嗎 來首先我們掌聲歡迎 這是余將軍 來到我們現在余將軍晚 小金好 各位觀眾好 我們歡迎阿苗 小金好 大家好 謝謝苗柏亞 在這一次賴副總統七十三區域選舉當中 來到了台北市大安區 有看到盛況嗎 這次阿苗要挑戰這個羅志強 強棒對強棒 現在勝負難料 來繼續掌聲歡迎王毅川 大家好 謝謝毅川 包括了張毅善 大家好 好久不見了毅善 以及韓老師 大家好 好 接下來今天特別來賓正式要邀請的是易錦龍大哥 來易大哥晚安 這個講台是屬於現場所有來賓 每個人好 好久不見的易大哥 不過今天節目一開始當中 我想為什麼 為什麼台積電在這個選擇在龍潭興建一點四奈米的這個製程的晶圓廠後來決定要放棄呢 放棄這個建廠計畫 經濟部長王美花即將來到Real Talk 王美花部長他在十七號等於在禮拜二在立法院當中被問到這個問題 他說呢台積電未來如果有擴展需要的話 政府一定會全力來協助 也會尋找土地包括水電的部分來全力配合 這是因為台積電在昨天十七號他們正式發出聲明之後說呢 現階段條件的狀況之下不再考慮要進入到龍潭園區的三期了 那麼桃園市政府也做出了一些回應啊 台灣二三十年以後 我相信台灣的半導體製造的環境也會不會那麼有利 日本我覺得比較理想的一個土地水電比較鬆裕 台積電已經說不來了 可是主客管理局還是說他們準備繼續在龍潭科選區擴展 我們將來會積極配合我們新竹科選區 我呼籲所有的政治人物 產業發展是一個國家長遠發展大忌 非常嚴肅的課題 要淪落到政治口水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 尤其蘇貞他全院長 我呼籲你 我以一個前院長呼籲另外一個院長 我們應該發揮院長的高度 我們國家產業的發展為重點 我不要回憶政治口水 來我們先歡迎一下余將軍 對這個部分有他精闢的一個論述 來余將軍請來 在這一個龍科 龍科的一個擴建計畫 招商是由竹科管理局來主責了 桃園市政府是協助用地的一個取得 來這樣的發展 余將軍怎麼看 其實在張漢鎮入主桃園市府以後 這一年了 將近一年的時間 我們全桃園的市民非常的期盼一件事 就是真正變成一個智慧城市 科技城市 那麼其實前任的市長 鄭文燦他做了很多的規劃 那麼我說 市政規劃 我們的所有議員的監督市府的是 市政規劃不分長派 是要有市政延續性 不能因為你的想法跟前任市長不一樣 你就斷然停止 這是很要不得的 因為你會讓所有配合投資人 還有附近的居民他無所适從 其實在這個台積電離開龍潭 等於說幾乎已經放棄了 不會再回來了 在這個案之前還有一個案 亞矽谷 在配合的整體桃園航空城 有個亞洲矽谷創造研發中心 也喊咖 所以我們就奇怪 這不是科技市長嗎 不是你曾經做過科技部的部長 你應該對於科技人科技需求 科技人最怕遇到的狀況 你是最了解的 你現在當了市長 你有行政能力 是不是要幫這些科技大廠 這些科技研發單位 排除一切科技大廠最怕的事 所以當時我們對於張善政 是抱於非常高度的期望 就認為穩了 鄭文燦所做的規劃 張善政接棒 接棒以後 這些科技人最怕最痛苦的事 張善政都知道 可是發現他的做法 跟我們想法完全是南緣斐策 他的做法不是排除障礙 他的做法是直接切斷廠商 直接先把雅矽谷切斷 大家傻眼啊 那請問桃園航空城 周遭所規劃的配合廠商 雅矽谷為中心做一個創造研發中心 可以帶動整個桃園航空城 他說停就停 說停就停 他的理由是這是錢坑不能做 這為什麼是錢坑呢 所有的開發案剛開始一定賠錢 沒有開發案開始就是賺錢的 台北捷運開始是賺錢嗎 大賠啊 沒有一個企業開發是賺錢 尤其是國有協助的開發案 你如果沒有辦法忍受這一段的黑暗期 沒有忍受這段賠錢期 後面怎麼發後面怎麼賺 後面怎麼樣讓城市繁榮起來 那麼在雅矽谷 這個案專案喊咖之後 緊接的重磅來了 台積電不來了 所以昨天我們在桃園市議會 那幾乎是所有人都已經沸騰了 他就說其實不是 市長解釋說不是 這是由竹科竹島 桃園配合 如果你一直當成一個配角 你永遠是配角 我們在議會就是這樣講 如果桃園要當配角 你永遠是配角 那麼龍潭附近的居民 對於這個土地持份 還有徵收有意見 那我舉例2020年在新竹寶山 更有意見 那個怪手都開來了 還連人家祖坟就說不行 祖坟不能碰 你碰我的祖坟 我跟你拼命 我的家不能少 我的土地一寸都不能少 怪手整個開過去 把整個給開發廠擋住 我告訴大家 現在寶山的台積電開工了 開始了 那為什麼新竹可以呢 因為竹科在新竹嗎 為什麼新竹可以 因為新竹人比較好協調嗎 為什麼竹科可以 為什麼寶山可以 為什麼桃園龍潭不可以 這就是我問的事情 那就是我是配合 我是配角 主角是竹科 所以竹科當然希望 把所有好的賺錢的 能開發的留在新竹 你是桃園市長 你不是新竹縣長 你應該凡事的想法 都是以桃園市為優先 以桃園的發展為優先 那這個整體在龍潭 第三起科學園區所開發案 周遭能夠帶起的產業 不是只有一個台積電 是台積電周遭 所有跟台積電有關的 包含了監視 包含了製造業 包含了零售商 還有所有的廠商都會動起來 可是呢 雜誠講什麼 這個沒辦法 就是沒辦法 台積電就像變心的姑娘 一去不回頭 再也不回來了 這對桃園人的傷害多大 對於桃園人的期望有多大 對於希望來桃園投資的那種 我失望有多大 這個是無以計算 所以桃園市議會在這一次 今年的這個總質詢 我相信所有議員的炮火 不僅是針對龍潭的台積電離開 不僅是針對亞細谷的喊咖 我就是要檢視 整個桃園市所有的市政建設 你現在都是在執行鄭文燦 這八年規劃下來的工程 規劃下來的市政建設 張善政你的建設是什麼 如果你抱持一個 我不開建案 我不開專案 我不做所有投資專案 我就沒有弊案 那就不要做了 所以說我們最怕公務員的心態 就是說得過且過 我們希望公務員發揮他從法務實的精神 但是不要有得過且過 不要有拖延 所有事情勇於認識 這才是我們希望張善政 帶給桃園的新氣象 那顯然到現在為止 我們的期望是落空的 來針對余將軍的說法 我請教是益川 他所看到的張善政 這樣地方父母官的處理 真的有拖延 不夠積極 甚至沒有扮演一個地方父母官 從地方的長遠發展 應有了一個責任嗎 來逸川 張善政講的都是外行話 我舉陳其邁做例子 台積電為什麼要去高雄 如果不是陳其邁展現了誠意 說土地我幫你解決 水跟電我幫你解決 我幫你協調經濟部 我幫你處理所有跟土地有關 取得的課題 陳其邁之前台積電到高雄去的時候 他甚至還講說如果半夜有進度 我都跑去處理 如果在土地上半夜有任何的進展 我都去處理 每一個縣市都會歡迎台積電 我相信不會有任何一個縣市不歡迎 但是你縣市展展現的誠意 我舉日本的熊本做例子 九州的熊本 熊本那個台積電廠我去過三次 因為我對那裡的交通很有興趣 為什麼有興趣 台積電的熊本廠周邊 你也知道他旁邊的路是幾米路嗎 10到15米 對台積電來說 我在這裡設產 你旁邊給我那10到15米的路 怎麼辦 他要求台積電說 我的什麼貨櫃車什麼車我都進不來 我要運到港口 運到機場我都沒辦法運 你知道日本的熊本縣政府 跟中央要200億的台幣 200億台幣 就為了這個廠區開路 為什麼 因為不能讓台積電跑走 台積電如果為了這種事情離開了 不做了 那對日本的熊本影響很大 所以同樣現在桃園也是一樣 桃園現在把它推給足科 推給這個龍潭園區 我當然知道龍潭園區 按照現在的二期是滿的 三期你沒有去徵收土地 當然是滿的 所以鄭文燦才說 那要去徵收土地 然後徵收土地完了之後 讓台積電來進駐 那徵收土地的這個事情是誰 當然是桃園市政府 那詹上正的邏輯是說 我為什麼要幫你徵收土地 關我什麼事 是你鄭文燦答應的關我什麼事 是你蘇貞燦答應關我什麼事 我沒有要徵收土地 我沒有要跟那個土地的這個 這個地主去協調 那台積電說 如果土地沒辦法解決 那算了 那我去別的地方 台積電從 譬如高雄 台南 新竹 包括將軍剛剛講的寶山 現在還想要到 不如到頭份 竹科的這種園區 每個人都想要爭取 龍潭的山頂 各位要知道張善政的第一份工作 就在那裡 洪基 就在龍潭的那個洪基渴望園區 他對那裡太瞭解了 那所以他應該極力的去爭取 站在一個桃園市長的角度 去把台積電留下來 台積電要什麼條件 市政府能答應了 就拜託議會支持 就答應了 我再舉剛剛講那個雅矽谷的案子 雅矽谷的那一個案子 就是我在當桃園航工程董事長的時候 我最後規劃了 前面已經規劃一段了 輪到我規劃 那是一個什麼地方 那是一個在高鐵站的周邊 緊鄰著桃園航工程 他就是一個創新研發中心 引進新創的產業 引進最新的科技 那裡面全部都在動腦的 那裡不要很大的園區 但是需要動腦 需要有一棟建築物最新的科技 旁邊聯合會展中心跟高鐵站 跟交通大學管理學院 接下來設醫院畢業的校區 包括清華大學要設醫學院 通通通在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都已經規劃了 而且已經招標了 而且已經要做工程 現在就是世界客家博覽會的園區 結果詹詹真說 這個50億做不起來 所以他說先停 要變75億 那至於變75億要幹嘛 先花1500萬 討論一下這個土地旁邊的 土地開發怎麼處理 這個案子正在進行 詹詹真你頭腦有問題嗎 這個已經是一個要做起來的 建築物的一個房子 弄完之後旁邊的創新研發 旁邊的青創新創高科技的產業 當時很多的大廠大的公司 都想要來台灣航工程設廠 所以他們需要有一個 大家聚集在一起的聚落 在這個地方 詹詹真你現在的腦袋裡頭 想的是說這個先停 我們先討論一下 這個旁邊土地怎麼開發 他用了1500萬 做了一個委託研究 正在進行當中 在我標中 你在做什麼呢 你在建築物裡要去蓋 太多的大廠的 我想再講一遍 這個地方不是要做製造業 這裡是所有的大廠的腦 通通進來 剛講那個台積電的寶山就是 那個寶山不是要生產的 寶山裡頭現在將近有1000個 台積電做研發的員工 的腦通通在寶山 那洞當時要蓋的時候 徵收土地的時候 當年居民也不要啊 那怎麼辦 怎麼辦 當你當一個縣市長 你就去協調嘛 協調讓台積電設廠 你知道那1000個有腦的 台積電工程師 這個主管會帶來多少的就業機會 是我覺得最後一句話是非常非常關鍵 從一個都市一個區域的長期發展來講 老師很怪 如果張山正本身對於龍潭這個地方 他又不熟悉 還是過去他曾經上班的地方 身為一個科技人 你從龍潭當地來看 剛剛你舉的是高雄市怎麼樣去面對 高雄市談的是當時怎麼去面對 台積電的一個進駐呢 五缺的問題 人才 工人 水電跟土地 不管那個時候 賴清德在當行政院長 或者在當時陳其邁在擔任高雄市長的時候 台積電進駐到高雄的時候 他們幾乎是以請全部之力 為什麼 因為你進駐之後你的供應鏈 上百家上千家的一個供應鏈 一定會帶動地方的一個發展 這個發展讓我們看得出來 五年 十年 二十年之後 絕對是翻轉中的一個都會 怎麼會龍潭這個地方 看起來說是竹科管理局應該要去面對 來 這個事情的一個思維 潘老師怎麼看 是 這個案子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出來 一個城市的市長的積極認識的程度 和他的智能能力會決定了一切 剛剛幾位說的沒有錯 表面上是竹科 竹科是經濟部 這個是土地 但是問題是你現在的一百五十八公頃的 三期的土地徵收這件事情 沒有錯 有自救會 沒有錯 有爭議 但是你積極到什麼程度 能不能夠協調表現出態度 決心要爭取台積電 大家不要忘記台積電現在這個做的是1.4奈米 這個是最新未來的研發的工作 就像宜川兄講 這個是用腦的 這個不只是生產基地而已 這個所帶動的地方的發展 你看現在從北 從台中到高雄到台南 大家都要爭取 因為台積電遲早還是要落地 那可以看得出來 張善政現在看起來在桃園的市政治理 不夠積極 沒有權力要爭取未來的國家 重中之重的台積電1.4奈米研發 想要在龍潭落地的這個想法 土地徵收當然有困難 地方當然要協調 但是你有沒有這個能力 你有沒有這個意願 你有沒有展現這個態度 我們把這個拉大一點來看 剛剛宜川兄講熊本 沒有錯 熊本是如此 德國的德勒斯登台積電 要考慮去德國設廠 亞利桑那的鳳凰城 美國何嘗不是如此呢 川普時代 台積電去亞利桑那 亞利桑那的問題是說 亞利桑那的州政府 鳳凰城的市政府 會不會說這個是你聯邦政府的 這不干我的事 那我這個事情我沒有辦法處理 不是嘛 就我所知鳳凰市政府 亞利桑那州就算是不同黨派 他還是全力的排除障礙 讓台積電能夠落地 這個所涉及到的水 電 執照 安全 土地的規劃 這個裡面其實都是 州政府跟市政府 也就是相當於我們的地方 政府的權責嘛 那不能說這個管理區 這個把它推給中央 推給聯邦政府 我想在德國的德勒斯登 在日本的雄本 在美國的亞利桑那 或鳳凰城 也沒有這樣子 那我想 這個不是一個政治問題而已 這個就是治理能力 跟認識的積極態度 意願的問題 張善政是當過行政院長的人 科技人出身的 以前龍潭是他 開始第一份工作 大家剛剛講的 那看起來 他沒有十足的意願 要去爭取台積電的時候 好了 你看現在 我們剛剛講 高雄陳其邁市長 台積電當初是公開的肯定 陳其邁在爭取台積電落地 排除各種的困難 所做出的努力 而且最後成功 賴清德在台南的時候 也是一樣 台南怎麼樣 這個台積電怎麼樣落地南科 這整個的帶動地方的發展 不管是台南 還是高雄 都可以看得出來說 如果事情那麼好解決 就不需要地方首長 那麼辛苦的去排除外來去做了 這些事情 沒有一件事情簡單的 那台積電的聲明稿怎麼說 台積電說 這個國土規劃 這個園區規劃是政府權責 我們只是使用人 所以我們尊重沒有辦法做 我們只好去其他地方 本來就是如此 沒有說非要到你桃園龍潭不可 那你不積極 那我去別地方 我去看台中 我去看台南 我去看高雄 就我所知 最起碼這三個城市 這個市長 進化局長 現在都要積極爭取 都要排除萬難 所以我覺得 對於台積電 不夠重視 甚至是默示 這是張市長 城市治理能力的 最大的挑戰 而且剛才余將軍講了 這還不只是一個案子 這其實是有代表性的 這一連串的過程看起來 好看起來 桃園市民是失望的 而全國看到這個事情的時候 可以看得出來說 良好的治理能力 不管是城市 還是國家的良好的治理能力 會在未來一年兩年 三年五年 十年二十年 產生多大的影響 我強調一點 為什麼在議會很多議員 相當的憤怒 就是我們希望新的市長 帶給我們是桃園的榮耀感 現在帶給我們的不是榮耀感 是失落感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台積電講得非常明白 他說我們是企業承租戶 那麼你這個科學園區 所有的土地徵收 相關的基本配備的設施 你的市政府要完成 我才來租 你不能讓我台積電要來開發 這些民眾是來跟我抗議 我是承租戶 我不是地主 地主是桃園市政府 你桃園市政府沒有把這些徵收案 把它解決 你到了後面你說不行 不行我當然離開 因為我是一個企業承租戶 我不會去租一個有爭議的土地 讓我投資這麼多的錢 在那邊做廠房 開始做製造之後 我天天被抗議 我天天被圍場 那誰願意 所以他當然會跑掉 那麼那當然有一些人就放出耳語 說沒有 這台積電 根本沒有想來桃園設廠 那只是當時一個選舉的一個噱頭而已 那我就反駁他們 我說不對 即使是噱頭 你是市長 你都要讓他變成真的 這才叫有本事啊 你不能說 哎呀他根本沒有想來嘛 當時只是為了選舉嘛 丟出個利多而已 現在選舉結束了 就讓他成歸成土歸土 那要你市長幹什麼 你這個市長就是 即使人家放出的是個風 我就讓他變成事實 這就是本事啊 那為什麼台中要 為什麼台南要 為什麼高雄要 高雄台中台南 它的基礎建設 他的人才難道比桃園多嗎 桃園附近有中科院 附近有多少科學園區 你的人才都在等機會 而你當個市長把這個機會推走 所以我就講 市長是要建設 市長是要扛責任 市長不是當了市長之後就想 四年後要如何連任 你只要想要連任 不敢得罪居民 徵收土地會遭到很大的排斥 可是我講 排斥是當地的少數的居民 如果你讓這些居民 都能妥善溝通協調 你所帶來的是 整個桃園十三區的大繁榮 那麼你的建設 才堪稱是一個稱職的市長 所以當市長真的不要怕 如果要怕 就不要出來選市長 台南高雄在過去都有溝通 非常艱細的過程 讓我們想到台中 那麼不知道這一回 盧修彥會再轉而去爭取 這次台積電1.4代米 落腳在台中嗎 台積電也曾經找過台中的落腳 都最後為什麼 他最後還是選擇了放棄 來 易大哥 盧將軍 你們桃園是因為生氣了 其實我們台中人 我從台中來這裡 我要講一下 我們台中人的生氣了 本來那個阿奈米 是落腳在台中中科 就是興隆高爾夫球場那塊地 那個要透過督神 透過督神 這個中間就是有那個環保團體 在那裡抗爭 他所抗爭的理由就是說 他是出電的怪獸 出那個水的怪獸 然後用這個兩個理由 一直把他卡 一直把他卡 台積電是一個 每天要進步 要跟國際競爭的一個大公司 他沒有時間跟你耗 剛才講過了 高雄人家的市長 助理的能力那麼好 結果 就把所有的問題一一解決 然後台積電就宣布 阿奈米到高雄去 很好笑的 盧秀恩市長 知道說已經捅到這個大樓子了 把台積電推掉 就是跟我們都市的競爭 跟台中市民作罪 他趕快火事的通過督神 然後召開記者會說什麼 說要中央保證 這個民生的用水跟用電 都無力 這個之下 然後就通過了 講這個是廢話 本來那個電跟水 就是中央在負責的 我們宿代在住在台中 我們那裡從來沒有吹過水吹過電 那裡有火力發電廠 台中火力發電廠還北宋 電力還北宋 我們有兩條溪中央山脈的水 租了幾十個水壩 在那裡攔水 我們那裡從來沒有吹水跟吹電 你推給這中央 這個是太像眼了 所以城市助理 跟你們的心態 老實講 南部長期民進黨在執政 從賴清德 到現在的市長跟陳其邁 跟我們北部長期 那個藍營在執政的 你看一比之下 一比之下 那個都市軍事的競爭 就可以立劍 是 從台中非常深刻的一個發展 我相信對易大哥 如今看到了 在擴廠的部分 王美花都說 土地要幫到底了 那國客會有點名的四大園區 易山大哥來請來 為什麼 現在國客會點出四大園區 是不是都OK 也就是說 有四個地方 有可能都符合現階段條件 那問題是 桃園市政府 你真的決定不留了嗎 桃園市政府 如果將善政好好的去思考的話 因為你飄飄飄 你從花蓮飄飄飄 飄到這個地方 難道沒有想要把自己 現在所經營的桃園市 繼續讓它的發展壯大嗎 桃園市政府還留得住 台積電1.4奈米場嗎 易山大哥怎麼看 對 我要講的是 台積電是一個國際企業 所以不要把台積電 設廠的地點的爭取 當成是好像選舉議題 他會配合你 鄭文燦跟所謂當初 蘇貞昌院長爭取來 台積電也做過審慎的一個規劃 跟評估 為什麼他們希望在龍台 第一個有產業鏈的優勢 我們整個竹科也好 到所謂的臺北 這邊整個工業區 它是一個台灣的科技的矽谷 它是非常的多的工業鏈 產業鏈都在這邊 對於台積電要發展 最先進的製程來講 這些廠商的意見 他可以匯集到這個 桃園的龍台園區 第二點叫管理上的優勢 為什麼龍台園區的一起 除了有宏祭之外 台積電也在那邊 所以他本身就有 他所謂的管理的優勢在那邊 第三個叫做生活機能的優勢 因為我們知道剛才有講過 有一千個用頭腦的 用頭腦說真的 南部當然像今天屏東也在爭取 如果說你叫這些用頭腦去屏東 他們每天去墾丁嗎 不是嘛 他們希望好的生活機能 而好的生活機能 新竹跟台北 當然在桃園這個中間地點 他們往新竹也方便 往台北也方便嘛 所以龍台園區 一定在台積電的考慮裡面 是最優選的選區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你不要把所謂的地方 跟中央畫得那麼清楚 而且唯一不能畫的就是你張善政 因為全台灣的縣市長 唯一做過行政院長 就是你張善政嘛 所以你不可能說 你把責任推給中央之後 推給族客管理局之後 好像沒有你的事情一樣 你做一個縣市長 你本身又是科技人 本身又擔任過行政院長 本來全部的桃園市民 最期待你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嘛 結果我發現一件事情 原來他不去處理最重要的原因 他跟桃園的地方完全不熟 因為最重要的土地抗爭的問題嘛 所以有所謂的反龍潭園區的抗爭 但是我要講說 台積電是一個國際企業 他所有的產品 都必須經過所有的綠能 包含他租的廠房 也必須政府要幫他處理掉 這些所謂的土地正義的問題 他的產品才可以賣到全世界 所謂的ESG嘛 環境社會跟所謂的社會管理責任嘛 這些都是台積電他需要符合 而政府必須去協助他的 所以在所謂的土地徵收也好 或者是環境管理也好 本來政府就義務幫台積電 去做好這些ESG的管理嘛 所以龍潭科學園區 不是說你徵收就強硬的徵收 你一定要詢問過這些反對者 他們反對的理由 而你去解決這些理由 這也可以讓這個所謂的台積電的 國際企業的ESG 才能符合這個標準嘛 這本來就是應該你桃園市政府 張善哲必須去積極協調的地方 把所有的問題點列出來 譬如說我們那個尤其我們龍潭 可能很多的所謂的皮糖嘛 那皮糖要留多少 整個環境治理要多少 聽說有4000個居民嘛 那你4000個居民 如果透過容積轉移 把學校也弄好 把所有的生活品質全部弄好之後 我不相信居民會反對 如果有更好的生活品質 如果有更好的企業進駐 然後我的生活品質可以提高 居民會強硬的反對 重點是你的地方政府的首長 有沒有積極去協調 這些居民他們的意見 納入所謂的環評 或者是土地徵收的條件裡面 這個才是關鍵嘛 所以我要問張善哲 這個你就認已經10個月了 你這10個月為龍潭科學園區的 三期擴增 你到底做了什麼 你列出來 如果你真的做了很多 說台積電今天不要了 那我不會怪你 但是看起來 今天議會會那麼生氣 是你桃園縣政府張善政 這10個月 你並沒有為所謂的爭取龍潭 台積電到龍潭這件事情 做什麼事情 是來這個阿苗 我來請教 來阿苗 我們從一個地方發展來看 如果對於龍潭當地的 20年可以完全翻轉的話 身為地方首長 烧香拜佛 用跪的用爬的 我都要積極去爭取 怎麼會用這樣一個思維 好像 這是逐科管理局的事情 這是一個很難以想像 當然從這個事情裡頭 也帶給所有大家一個思考 選票有多重要 當你選對地方首長的時候 你所處的環境 的確就不一樣了 來阿苗怎麼看這個情勢發展 這個過去六七年間 我想藍營的人很看不起 這個民進黨執政的經濟成績 經常在抱怨說 這各種經濟不好 投資不好 但事實上 在過去的這七年間 關於台商回來台灣 其實有非常大的投資 然後關於這個 所謂台商回流 它不是只有錢回來 也包括工作機會 就業機會也回來 所以這個我們的失業率 在今年已經降到 近年來最低的程度 然後我們的這個外商 台商來投資 其實數字也不斷在盤高 但在國民黨眼中 好像一直覺得說 這些都只是數字 都很容易 這一次張善政遇到的事情 才終於顯示出來說 要促進這些投資有多不容易 我不會去講說 居民的抗爭一定都沒有道理 我也不會去講說 政府要徵收 你就一定要給它徵收 因為我們是民主國家 我們不像對面共產黨 政府說我現在要幹嘛 你遞就要給我 沒有這個民主國家 還有民主程序 而且我們要尊重居民的 私人財產權 可是你光看台積電 它是享譽世界的廠商 你說台灣哪個人 沒聽過台積電 它是台灣幾乎最重要的 產業命脈的龍頭 可是它要設一個廠 第一從用地開始 用水 用電 用人 這個是一個產業要投資的時候 必經的幾道關卡 都不是容易的 都不是容易的 我不是說我今天歡迎台積電 到我這裡來投資 嘴巴講歡迎 它就真的設場嗎 政府要去解決的問題非常多 用地 用水 用電 用人 每一環 環環相扣 都是你決定你這個投資案 到底是嘴巴上說心理規劃 還是它真的成真的最關鍵的因素 所以先前高雄台積電設場的時候 我看那個過程當中 很多人一路唱衰 不可能啦 講講而已啦 都是選舉花招啦 然後這個中間有波折的時候說 你看陳其邁又跳沛又在騙人 很多的這種冷嘲熱諷 可是大多數人不知道說 中間到底有多少困難的事情 是地方政府必須去面對必須解決的 直到這一次張善政 遇到了這樣的事情 大家才真的要正面的承認 原來真的有很多困難 我看這兩天開始 已經有非常多藍營的 包括媒體人也好 或是藍營的支持者也好 開始在講說 對啊 又不是你要用地 就一定要給你 你要尊重民眾的私有財產權 然後你不能這樣子隨便擴張 不能糧田變工廠 其實你講這些 我不能說你錯對不對 可是台灣的土地面積畢竟有限 如果說今天大家都說 要台積電跟留台灣 要台積電先進的製程留在台灣 尤其藍營對於台積電國外擴廠 其實是相當不喜歡 只要台積電在美國 日本在歐洲投資 藍營就會說 你看台積電要跑掉了對不對 那你要他跟留台灣的時候 是不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要有肩膀 能夠去解決所有的企業 包括台積電在內的所有的企業 那確實中央也沒有必要獨厚你桃園市 因為台灣有22縣市 站在中央的角度 如果你沒有比其他縣市積極 如果你沒有比其他縣市更願意配合 他當然去尋找其他態度更積極更歡迎 更願意配合的縣市 那假設說今天以桃園市民的角度來看 誰最該為桃園市民講話 張善政當然張善政可以說 我是站在反徵收的居民的角度講話 我覺得也可以 畢竟他是桃園的這個大家長 他也可以照顧自救會 照顧這些反徵收的居民 但他要有肩膀 他要能夠出來講說 這是我的政策選擇 我覺得反徵收的訴求是對的 所以我反對足合管理局原來的這樣的規劃 那如果足合管理局他放棄了這樣的規劃 或者是這次是台積電主動宣布 因為台積電是在跟足合管理局和自救會開會之後 台積電自己考慮 他說那不然我們找別的地方好了 那這個龍潭三起就暫不列入考慮 就不列入考慮 不再考慮 不再列入了 不再列入了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張善政你要為你的政治選擇跟政治判斷 承擔責任 不能說只有好的才是你 台積電如果來了 這是我的政績 台積電如果沒來都是中央的問題 不能這樣子 當今天像是高雄像是台南 當他選擇要促成台積電進駐的時候 如果他遇到的地方上抗爭的聲浪 地方的政府要承擔責任 這是他的選擇 他為了招商引資 所以他在地方上得罪了選民 反過來說張善政你要照顧自救會的時候 你也要為了今天桃園市民跟你反應說 讓我們期待的產業發展如何來達成 你也要提出解決方案 重點就是你已經選上了 你不能夠再把你自己當成一個路人 你不能再說這又搞不好 這個計畫是前任的時候提出的 現在是中央處理的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桃園市長以後要不要改成行政院指派就好 因為反正你都是說凡事都是中央 這個態度不能夠這樣 而且我們必須要非常務實的來面對 不能夠說什麼都要 我既要不徵收 然後又要產業大發展 當然中間可以找一個平衡點 但是負責決策以及有權利的人 必須要有肩膀去承擔這個政治 是來阿川你作者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阿川南科進駐到台南的時候 對誰有利是對賴清德有利嗎 台積電進駐到高雄的時候 是對誰有利是對高雄市長陳其邁有利嗎 不是南科進駐到台南 是對台南當地的老百姓是有利的 台積電選擇在高雄要擴廠時 當然對於高雄市民來講是有利的 換句話說現在如果台積電它的擴廠1.4奈米 決定在龍潭這個當地 當然有利是龍潭當地的老百姓 我說再怎麼樣的困難 我身為地方父母官 我一定會想辦法去爭取到 但顯然張善政的想法 跟一般要促進地方的發展的想法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你說你去考慮因為土地的過程裡頭 最大的部分因為部分的居民 對於自己自身土地裡有不同的意見 阿川如果你是 你是現任的桃園市長的話 面對這樣的難題你會怎麼做 我先舉台南的這個台積電 各位知道台南台積電在台南的哪裡嗎 那個地方叫新市跟善化 新市叫善化 那個地方因為台積電的進駐 五六千的員工 你知道五六千個員工至少三千個家庭 所帶來的國中國小 甚至連安親班 連早餐店連7-11 那所有帶來的那個產值 你是很難估計的 高雄那個地方設在後勁 我們叫善化 善化善化 就這個地方就靠近左營 那個地方原來都是沒有大量開發的 那現在的這個做法 就會讓高雄那個地方 就是所謂的北高雄 就有另外一個發展的機會 所以對當地來說 我們舉桃園龍潭好了 各位印象最近網路上在討論說龍潭在哪裡 龍潭叫做花生堂 大家印象就是龍潭就是花生堂 龍潭有一個大詞 你們可能都不知道 有一個叫龍潭大詞 龍潭有什麼 龍潭就是陸軍總部 龍潭有非常多中科院 還有一些部隊都在那裡 然後那裡有現在非常多那種什麼 新南向國家的美食都在龍潭 好 那就是這些都不會是什麼就業機會 如果龍潭三級進來之後 現在的規劃是五千個就業機會 我再講一遍五千個就業機會 就可能是至少三千個家庭 所帶來的包括小朋友 各位知道這種地方設下去之後 以後就會有一個叫做龍潭實驗小學 你知道像中科就有一個中科實驗小學 南科就有一個南科實驗小學 那個都是給當地高科技的小朋友 因為你員工要在這裡才能夠讀這個學校 所以接下來就會有什麼龍潭實驗小學 就這一些對當地的居民來說 我如果在那上班 我的小孩就記得讀這個學校 那我如果早去龍潭上班 可能整個家庭就帶去了 那裡的每天的三餐交通 所有的這個食衣住行娛樂 全部會發生在龍潭 這個時候當時這個龍潭包括 我要知道龍潭往南 龍潭在國道3號旁邊 龍潭往南就會到譬如竹科 到這竹東 瓊嶺寶山 接下來到接國一之後 就連到銅鑼 然後這個就是可以接到竹科 所以這整個的產業是 以國一跟國三那個100K 100公里形成那個Y字型 所形成的一個科技園區的走廊 這是一條走廊 你現在把這個龍潭給拿掉了以後 我們的台積電 我們叫護國神山好了 護國神山的這個配置 缺一角 不只國家的戰略缺了一角 第二個對龍潭在地來說 這個就會有很大的這一個影響 當然最近包括國民黨的這個議員都說 我們支持台積電到龍潭設廠 但是我們不支持 我們不支持蘇生昌跟鄭文燦 騙的那一個事情 然後就罵完 罵完蘇生昌跟鄭文燦騙大家說 那也根本沒有要射 射完之後又講了一句話說 我們現在要爭取台積電到龍潭設廠 你到底在說什麼 就是因為台積電沒到龍潭設廠 鄭文燦被罵翻了 國民黨的這個代替的議員 都被罵翻了以後 他說我們當然支持 問題上次鄭文燦講 那是選舉語言 那個是騙的 這個台積電根本就沒有要來 各位想一件事情 如果當時台積電完全沒有評估要來 台積電會不會講話 台積電一定講說 沒有啦 我們沒有要去哪裡 今天如果跑去什麼 台東花蓮 跑去一個地方說 這個花蓮縣長說 台積電要來花蓮 台積電會不會講話 台積電說我們沒有要去花蓮 我們從頭到尾都沒有要去 代表龍潭的這件事情 台積電曾經評估過 台積電曾經它的計畫裡頭出現 否則辦任何的說明 因為台積電不會出現 就是說很多的場合 台積電都出現 代表他們也在聽 也在聽當地民眾的意見 好 站在市政府的立場 剛剛講到如果這個事情成了 人家以後的新聞 背後的報道都會寫說 各位知道龍潭台積電設廠 背後的重要推手是誰嗎 人家就會寫張三正 為什麼 因為就會寫說 原來是張三正協調土地 原來是這個土地很難徵收 84%的土地 張三正當桃園市長以後 他積極的協調 台積電最後進駐了 我是說如果台積電 當時張三正選擇支持 張三正努力的去做這件事情 把這事情搞定了 到時候會傳回美談 每個人就會說 選張三正是對的 是一個科技人 知道這個事情要成 先把當地的民眾 怎麼好 然後他發揮了 他很柔軟的身段 去協調這個事情 足科也完成了徵收 台積電就進駐了 帶來五六千人就會去 這個背後的重要推手 就是科技人張三正 但是他不選擇這條路 他把這事情全部推給了主客 對 我看不出來 從一個地方發展裡頭 張三正有不努力 不積極去爭取的空間跟道理 如果你是他的話 來 余將軍你會怎麼做 桃園最大的徵收案 並不是龍潭三崎科學連區 而是桃園機場航空城 那個是有中華民國 在台灣經營以來 史上最大的徵收案 為什麼做成功了 為什麼做成功了 徵收案會不會有辦法 會有抱怨 但是你要以全桃園市 甚至全國的利益為利益 你這樣考量 這些人你就是第一個 溝通 協調 補償 安撫 就是這樣子 你要做得非常的周到 那麼對於龍潭 比起桃園航空城 那小屋見大屋 龍潭那些第三季的科學連區 一百五十戶 充其量四千人 那這些人跟整個龍潭 平鎮周遭八折的大發展 那是幾十萬人的利益 那是幾十萬人的未來 那麼如果你真的擔心這一千 一百五十戶四千戶 四千人的這個利益 我覺得你要跟他好好做下來談 第一個協調什麼 你的補償要多少 你未來整體後續的生活圈的補償是多少 你要給他一個願景 而且給他一個實際的補償的感覺 這些人他不是不能談的 他是可以談的 他為什麼出來抗議出來成抗 他希望獲得更好的補償 他希望獲得更好的安置 而你根本不接觸 為什麼接觸的怕掉票 你根本不接觸 接觸的怕有負評 你根本不接觸 你想反正以前也沒做 我在龍潭待了十年 我剛剛下部隊 就在龍潭凌雲岡 後來在陸軍總部一路待了十年 龍潭以前在桃園來講 是一個荒芜之地 真的很荒涼 到了晚上我們下班要休假的時候 出來連車都攬不到 龍潭的進步 遠遠落後於桃園中壢 甚至於巴德 為什麼 就是一直不被重視 你龍潭 剛才益川兄講的 只有花生堂 只有民產 只有大廟前面的熱草 那個是帶不起來 整體龍潭的繁榮 那如果有一個世界等級的高科機場進駐 你所帶來的不只是錢而已 不只是工業發展而已 人都帶進來了 因為會吸引很多的家庭 進駐龍潭 龍潭周邊的大建設 包含了巴德 包含了平鎮 那是全部跟著水長 水長船高 不會再獨厚於桃園跟中壢 我覺得一個市長 你要讓整個桃園市均衡的發展 減少這個桃園市各個區的差異 你才會有整體的建設 被罵當然 但是當你做好以後 那種掌聲 就好像當年的黃大洲 要把中華商場拆掉一樣 那中華商場拆掉 那被罵翻了 甚至他的選都選不上 可是你看看現在的中華路 你看看現在的台北市榮 一個有遠見的市長 他不怕挨罵 一個有遠見的市長 他不是為了要下次當選 而是要為這個城市 留下千秋萬事的規劃 是 不只是為了選票 更應該考量到地方的發展 更何況 這個應該是有選票了 來 逸善 對 我要講說 地方政府有很多政策工具 很多人說徵收要很多錢 其實不一定要用到錢 我就要問張山正 土地徵收有各種的方法 包含土地重劃 你開了都必須經過所謂的 都市計畫文會 你為了龍坦科學園區這件事情 你開了多少次的 都市計畫文會 我要講的是說 高鴻安都可以為了建商的利益 開了多少次環評委員會 都省委員會 你為了台積電 你難道不開一支都省委員會嗎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還有很多所謂抗爭 我們知道所謂的環境 跟文化的問題 比如說生活的 我傳統的一些生活 如何去保留 你開了多少次的文字審議委員會 為什麼說文字審議委員會很重要 文字審議會的結果 如果你要擴廠 你必須弄龍坦三期 你要保留多少的文化資產 這個東西 必須經過文字審議委員會 張善政 你為了龍坦科學園區 開了幾次的文字審議委員會 第三個叫環境委員會 ESG或者是台積電的 所有的儲物標準都非常嚴格 我直接講 你不要求台積電都會要求 因為他的產品要賣到全世界 所以包含環評裡面 台積電的要求 都比你地方政府要求有嚴格 因為他符合的要求要做國際標準 所以你開了幾次環評文會 會龍坦三期 今天台積電會退出 一定不會是說 我去年選舉大意 今年撤出 而是你看到你地方政府 你的環境文會 你的都神文會 你的文化審議文會 你從頭到尾 你沒有去進行 沒有進行這些工作的時候 我台積電怎麼可能等你 我一定會重新評估 我需要我的進程裡面 去怎麼配合 而你看到高雄 他為了台積電 爭取台積電 中油儲物計畫 整個土地要窩 二十公斤 二十公斤下去 從土拿出來 小小之後又放進去 這個是多大的工程 而台積電的要 為什麼台積電 他們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這叫台積電要求 因為台積電 包含他的所有的製程 他生產的產品 都必須符合世界 嚴格的標準 你地方政府不做 我就撤出了 我就不出 不去蓋廠了 所以高雄市政府 才為了台積電進駐 去處理整個 中油土地的儲物計畫 這個是地方政府 必須花預算 而中央願意出 中央當然願意出 因為這個東西 其實是為了台灣 整體產值的發展 他最後回饋 叫做中央的 所謂的稅金 稅金出來 本來就是要做 這個所謂 產業發展的 一個重要的關鍵 是 開過多少 相關的一個專案會議 我不知道 張善政有沒有去跟 比如說陳其邁 甚至現在副總統賴清德 或者是黃偉哲去請議過 當年台積電要進駐到高雄時 很多人說萬萬不可能 舊土地的取得 跟他的變更 跟整個整地耗費的時間 至少十年以上 怎麼可能呢 但是陳其邁就做到了 他讓數十個工作團隊 同步去進行 話不可能為可能 這個就是地方首長 基於當地居民利益 所展開的一個決心 那為什麼 下一次當中 我們要邀請 是經濟部長王美花 來到我們現場 我們要仔細了解 因為他立法院 他也關心這個事情 他說半導體的先進製程 現在對於台灣來講 已經是台灣在世界上 佔有非常重要地位的 關鍵因素之一 也是因為台灣非常 重要的一個產業之一 因為台積電 不斷去推進他的先進製程 讓國內或者是 國際大廠來台 紛紛來投資設備 包括像是材料等等 形成是全球最完整的 一個供應鏈 當然這個是一個 可以看得出來 台灣因為台積電 在全世界地位不太一樣了 最近跟這個陳其邁 在碰面的過程當中 他非常感慨 他說呢他常年 往返在世界各國 而在這一年當中 他前往了世界各國當中 尤其到了日本 尤其到了熊本 讓他深刻感受到 哇 過去呢 在日本當地的產業跟官方 對台灣呢 不至於說不理不睬 但是呢就是 還好 就是這樣 沒有非常積極作為 現在的陳其邁 現在身為高雄市長 前往日本 前往熊本之後 受到了空前的禮遇 令他驚呼連連 這個就是台灣 而現在的台積電 所做的一個決定 決定要撤出了 張善政 留得住嗎 留得住他嗎 如果在國內現在 有四個地方 積極在爭取 誰到最後 可能會去平縱選呢 來我們持續關注 Real Talk 也非常謝謝各位 我們持續要關注的是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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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生態改變 在台灣 有一個在過去補選當中 成為全國矚目的焦點 中二選區 中二選區 如果有嚴加 在這個關鍵性的 立委席次拿到的話 那麼這個地方的生態 跟地方建設 會怎麼去發展呢 持續鎖定 Real Talk 在這地方 因為 我們大眾多 在這地方 會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们大家好 我是廖小军 很开心跟大家要分享我们低调筹备多时 终于云开见日可以大声说出的事情 我所主持全新的政论节目 Real Talk真实对话上架了 在YouTube频道上架 过程当中我们的确把90%的精力都花在摄影棚的设计 包括灯光主持人跟来宾互动等等 调战台这个创意跟论述内容 是让每个来宾的观点清楚呈现 过程当中你可以交流可以交锋 当然优质节目影响力非常重要 需要每个观众朋友的帮忙 把大家公开这个好消息 同时也许有人还不知道 但是众志成城 击杀成塔 请大家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 当然这个小小动作不需要花钱 但是每一个动作都是连结你我最好的一个管道 透过了订阅 每一个你们都成为我在全世界的好朋友 随时都在 随时可以开心聊天 讨论台湾的重大事件 当然可以讨论包括了国际间瞬息万变的事情 这个平台我们彼此听见不同的立场 虽然声音立场不太一样 我们需要这个平台一个包容多元观点的空间 彼此愿意倾听 更重要的是每一个可以讲真话 真实对话 Real Talk真实对话的初心就是如此 我们在关心国内外政局变动的同时 更可以认识台湾在区域安全与全球民主联盟 所扮演的非常重要角色 因为我们信守台湾的价值 坚持对国家的忠心热忱 期待Real Talk真实对话这个平台 期待你的声音 期待百家争铭 百花齐放 我是廖小军 有心就有力 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 多多分享 让我们的声音可以传遍全世界每个角落 感谢观看